以下节目是由常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商界总横 我是米娜李世平 在这一节的商界总横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高中生可以怎么样参加一些 科学的竞赛项目 以及一些跟科学有关的暑期班 那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常春藤指导创办人江宇映教授 那江教授是湾区著名的教育家 也是文学评论家 那他专负责做教育咨询 大学申请辅导 英文SAT ACT和AP的培训 江教授你好 你好米娜你好 江教授那讲起了 最近这个西门子基金会 他们刚刚公布了 就是西门子科学奖 这个入围的半决赛的名单 以及地区的名单 可不可以麻烦您来介绍一下呢 这个是每年一度 其实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 为什么西门子呢 每年十月份还是上个月 那么他在17号呢 就公布了这个地区 加州地区的还有呢 全国一共有六个地区公布了这个半决赛的名单 这个名单呢是每年我都观察得很仔细啊 加州呢是每年都是在全国来说是第二名 纽约第一名 对 加州今年呢一共有80个优秀的高中生入围 那么更令人欣慰的就是其中有57位 是我们湾区的学生 那其中的57位中间呢 还有13位是我自己本人的学生 哦 是您那边的学生 对 是我们这个中心 非常好恭喜 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 非常高兴 那么呢还有一点非常令人高兴的就是呢 就是说整个这个全国也好 还有加州也好呢 就是华裔的子弟啊 大大增加 在历年大大增加 所以这一次呢 你看这个整个80个这个加州入围的呢 一共有57个是这个华裔子弟 有相当于72% 占整个比例72% 那这个比例非常的高 就是华裔的全国的这个人口比例只有3.6 但是呢 近这个科学讲的竟然有50% 有72 57位 80位中间 就在我们加州 就在加州 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高 非常高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说如果电视机前边的观众朋友啊 或者家长有兴趣 让小孩子明年也参加这个西门子的科学奖 要怎么样参加呢 这个呢就是一定要 当然首先一定要注重这个科学的兴趣 要发展科学的兴趣 那么呢 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呢 要争取啊 参加这个很好的夏季项目 夏季的科学项目呢 夏季科学项目呢 现在已经开始了 已经马上就要开始申请了 那么呢 这个科学项目呢 往往夏季的科学项目就会呢 导致你呢 去写这个科学的研究性的文章 和做这个项目 然后呢 在西门子的这个投稿呢 是在9月20号左右 20到25 今年是25号 它反正是在这个9月23到25 所以你整个这个夏天呢 做这个西门子 或者是做别的科学的这个项目呢 到时候你就可以参赛 哦 是这么一样 那您刚刚有提到这个西门子科学奖 是不是这个刚刚就说 您有提到这个入了半决赛 或者入围地区 是不是这些入围的学生 都已经有这个奖金拿呢 对 这个有两个最大的好处 能够入这个奖 不管是半决赛也好 决赛也好 它一共是呢 首先我刚才讲的80位 是入了这个半决赛 半决赛 每一个半决赛的学生呢 都有这个一千元 至少一千元的奖学金 并且的半决赛的人数呢 在全国呢 一共只有491位 那么刚才我已经说了 加州80位 那么它这个代表着呢 300个 整个491位呢 代表了300个这个科学项目 那么这个是被这个大学 特别是MIT Cowtech 这样的这个科技型的大学 会 这些学生会得到这个非常重要的青睐 那么实际上就是呢 我也说一下这个弯曲的情况 你比如说这个哈克 叫哈克school 它的高中呢 它竟然就有10位学生入围 这个是完全最高的人数的 是私立高中吗 私立高中 好 第二个是一个公立高中 是南湾的 San Jose的 Linbrook High School 是Cupertino School District的 那么这个呢 它有9位入围 那么其他还有 Para Alto的Gun High 有5位学生入围 那么还有 Saratooga High 还有San Francis 都有3到4位入围 所以呢 还有这个Mission San Jose Fremont的 所以这些学生呢 都已经得到了奖学金 并且呢 他们其中呢 又有5位 进入了这个半决赛 一共在 在这里有9位 但是其中有5位是我的学生 非常好 就我刚才说 有13位进入半决赛 又有5位呢 进入这个Regional Final 就是地区的决赛 地区决赛 下面还有一步 就是呢 是全国的决赛 全国决赛 全国的Finalist呢 这个就是 一定会拿到 10万以上的奖学金 10万以上 这个数字很吸引 对 数字很吸引 所以呢 就不但是为了 学好科学 而且是为了 上好大学 还有呢 就是要拿到 很好的奖学金 对 那您刚刚就说 要参加西门子科学奖也好 这个英特尔的科学奖也好 他们要学一些暑期 就是要参加一些暑期的课程 您有什么暑期的课程 可以为大家介绍呢 暑期的是一些 这个科学项目 最重要的一个 可能这个观众也知道呢 叫做MIT的RSI项目 叫做Research Institute of Science 那么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录取率非常难 但是呢 也值得一试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还有大概六七个 比较重要的项目 都很重要 一个是这个 Stanford的 叫做SIMA 叫Stanford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 能够能够带动 进入这个SIMA的项目 还有呢 这个SSP叫做Science Summer Program 这个也非常好 那么还有呢 就是有这个SIMA 叫SIMA 叫SIMA SIMA SIMA 是Research Institute 这也是非常好的项目 那么呢 这些项目要列出来 当然非常多 如果是有兴趣申请的呢 当然可以跟我们联系 对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了 麻烦您讲一下 你们长春藤指导 你们目前提供一些 什么样的课程 可以帮助学生 来进入这些暑期班 然后就是慢慢的 可以参加这些 科学的竞赛呢 是 我们呢 这个有一个是有 各种这个单独的辅导 一般来做竞赛呢 会要做单独的辅导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 这个数学的这个竞赛班 AMC 10 AMC 12 那么其他当然 我们都是做这个SAT 还有帮助学生 进这个Summer School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您讲一下 你们的联络方式 对 我们呢就统一用这个电话 比较好的 就408-982-3425 408-982-3425 好 我们非常感谢江教授 那这个正如江教授所说的 他们长春藤指导呢 也有提供很多学生呢 如果大家就不光是对文学 而且呢 对科学 对数学有兴趣的学生 也可以提供帮助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